金融券焦點上週中信金提出公開收購補件申請 與台信金雙龍搶租 政府金管會的態度受到矚目 金管會昨晚臨時召開記者會提出四點理由 宣布緩議中信金的併購案 在中信金戰事出局後 台信金和新光金的新興病走向 得看十月九號的股東臨時會能否過關 以及未來金管會核准與否 我們檢視了中信金控所提的內容的依據 沒有辦法顯示可以充分掌握目標公司的 受賢子公司的損益跟財務狀況 而且也沒有提出真知承諾書 也沒有具體的內容 所以我們難以認定中信金控具備對新光人壽財務狀況的掌握 跟對它確保健全經營的準備 一旦發動收購 雙方的股價可能受到干擾 也會潛藏不利雙方股東或是硬賣人權益的問題 所以本會近年來事實上是不鼓勵用股票為對價的公開收購 雙方矮幻小抱enne